Duck now Yeah I'll get in it all today Duck I ain't making it that eas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理想YouTube频道 我是Eason 那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影视的Taki 小龙 帮我们跟他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那个Studio影视的产品经理 那个Taki 小龙 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有关于这个RUN的这些软体的一个基本功能的介绍 还有它的操作方式 那在还没有聊这个部分 我想先问一下Taki 就是有关于就是说 是什么样的这个因缘忌讳之下来投入这个RUN的这个 算是一个它的硬体的部分的开发 跟这些RUN的这些操作的了解 因为我们工作室本身 我们也是这个SENARGI NARS的经销商 是 那我们当初其实就是在RUN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因为从NAS这边开始 然后慢慢的演变 然后到后来的其他设备 那最早最早当然是因为它的方便性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跟宇翔这边 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有做了一些尝试 我们发现就是 其实在NAS上面的音质其实真的不太不太行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刚好有一个客户 他们是想说他因为想要用RUN的方式 然后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案 那时候我们就是才去找到说其实RUN他们有个ROCK 但是他们是属于DIY的方式 那我们也想说既然是DIY 那我们也就是由我们工作室这边 我们去询问就是RUN他们原厂 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做相关的这个方式 那最后结果就是他们也希望我们变成他们的经销商 一起去贩卖这个NUCAS 也就是当时候RUN他们在推广他们的产品的部分 算是说他们自家虽然有推出了RUN的这个NUCAS 但是他们也是希望以这些玩家们能够自己开发出 另外一种不同使用的方式的 除了在NAS以外 包括这些NUC或是其他的这些 算是一个可以跑这个RUN的这样层次的一个硬体上面去做一个开发 没错没错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要探索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这个RUN的这个音乐播放软体它的操作的部分有哪些 Tagy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RUN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这样说好了 是 其实在RUN他们的原本的 就也是他们原厂就是RUNLabs里面 他们的原本的原生概念是这样子 他们希望说就是可以相对是像图书馆一样 也就是一个有每个人自己有一个Library 但是这个Library是什么是音乐Library 是 简单讲就是一个音乐的个人收藏 了解 可能是收藏馆或是什么 那这部分是这样是说 当你有自己的个人收藏的时候 你今天想要调阅任何的音乐资料的时候会变得比较方便 再来就是你可以有效的去整理这些音乐档案 对 因为我们往往会有一个情况发生就是我们想要听某个歌手的歌 可是其实你临时会找不到他的专辑是在哪一张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但是我们如果透过RUN的这个整理方式的话 就有点类似像在图书馆里面我们将这些档案就是做个归档的动作 包含封面啊等等这些 带给就是说使用者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就是音响体验 当然他不是只有做这种所谓的这种封面啊 或是档案这些管理啊 但还有他还有什么其他比较重要的概念在里面 当然以现在来讲的话包含他已经把所有的歌手资讯 比如说不管是他们的Wiki资讯 或是其他的相关在其他的这种歌手网站资讯 他都可以让你去做按照排列的方式 你自己个人选择的优先排列方式去呈现 假设你今天想要先看到Wiki的话 那你就先看到他的一些生平资料等等的 那当然除了歌手以外 那当然还有包含歌曲的一些资料 然后以及一些讯息都会在里面 简单讲就是当初我们在FUBA里面 我们必须要编辑这些所谓的ID3的这个 这个编码里面的这些资料源 就是这个这些所谓的MetaData这些资料 其实他都已经可以直接内化在 Room的这个伺服器上面 那我们只要透过简单的自动辨识 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些资料直接复写在上面 那当然他不是直接复写在你的档案上面 他是复写在他的资料库里面 是 所以就算你今天不小心把档案删掉 但是这一笔资料还是会在 简单讲就是如果你使用这个Room的软体的话 就是在你的这些音乐资料库的这些封面 你可能就不用像过去这么辛苦 还要再去做这些封面 透过这个Room软体 就可以看到你这些专辑的这些封面照片 对就当然还有包含就是歌曲的名字 对还有一些相关的资讯的解说 但是对于这些如果说他们本身把资料 都Key的很完整的人来讲的话 那这个又有其他的意义吗 除了这些以外 这样讲好了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就像可能是像我一样 我真的还蛮无聊 我每天都会去编辑这些资料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在FUBA上面 或是在档案上面直接编辑 我现在是在Room的这个软体上面直接做编辑 原因是因为他这些资料呢 当使用者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些资料会变成算是类似一个验证或是认证 那以后只要有人传的相当类似的 比如说音乐的这个长度 或者是有类似的这个就是频谱的话 他就会自动辨识出这个这些资料 是 对那当然你打越多的话 不是说他就必须一定要重新辨识 是因为他还有一个 我们还可以透过他一些功能 我们去做点修正 假设你这张专辑已经有更完整的档案的话 你可以在进阶的设定里面 你可以让他选择说 我就读取我的档案里面资料员就好了 对我也不一定一定要参照 档案伺服器上面的这些资料是这样子 那我想这个是算是比较热衷 或者是比较就是有点热度 甚至比较发烧级的 才去做这样的事情 去专研就是所谓的音乐档的这些 内容跟资讯的部分 那紧接着我们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 就是Tagy跟我们聊聊 就是说主要的这些功能也好 或是这个界面的部分 那到底为什么要使用这个Rune 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存疑 我们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音乐资料库 Library就是一个资料库 那它还有什么最主要的功能跟界面 要帮我们多分享 首先我们在讲说有关这个Rune 他们的一些操作界面 或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使用它之前 我必须先做一些就是Rune的一些相关的 他们软体上面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软体他们规划上面的一些名词的解释 那因为主要说Rune 他们就分成以三个部分为准为原则 简单这样讲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是以操控为主的话 简单讲又类似像我们遥控器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平板 iPad 或者是我们的电脑 我们今天平常在其他的音乐软体上面 我们是拿来作为操控说我们要点选哪一首歌 或是说看哪一个资料的话 这些的操控的功能 他们都是把它规划为叫做Rune Apps 那原本的名称呢 这更原本的名称他们是叫做Rune Remote 那只是说他们只是一个逻辑概念上面不同 事实上现在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一样的东西 另外来讲就是说包含像说 比如说真正来启用这些服务啊 或是说带给我们这些软体上面的使用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 我们原本他们是叫做Rune Call 那现在呢他们正式改名叫做这个Rune Server 简单讲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伺服器 那它伺服器它可以跑有关的这些功能都在里面 所以他们就叫做Rune Server 另外来讲就是说他们有把另外一个 就是第三个选项就是归类为 就是我们都会叫Audio Device 简单讲就是你的播放设备 包含了就是你的Deck 或是你的重阔 甚至到喇叭 就是这些设备 或是串流播放器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他们 就是叫做Audio Device的一个范畴 是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说 为什么我们要推荐来使用Rune 那为什么要来用这些东西 原因很简单 我们今天在不管哪一个 在家里的不管哪个地方 或是在你办公室的哪个地方 它因为它Rune本身 它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多防播放功能 Martin Rune 对Martin Rune的功能 对 那基本上你只要 嗯就像是我今天来你们这里 我只要我的手机有Rune 我打开来 我就可以播放你们的Rune Server里面的音乐 是 在我手机上面 或者是说我可以操控你们这边的设备 去做播放 是 对 这是一个算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播放形式 简单讲 嗯对一般的使用者而言可能 会觉得没什么 但是对我们这些音乐重度使用者来讲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音乐share的方式 就是很容易就是介入到你的 来到你家然后你有很多的常数 我就可以把它打开来看 听听你的这个你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音乐 对因为其实我们很大家很喜欢互相分享 分享对 对那我今天来来到你们这里 你都打算有推荐我的音乐 对那你们就把它点过来 然后我就可以 也是可以直接听 对对对 就是一个类似像分享的概念 对那当然这个也还是在一个区域网路里面 所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区域网路里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你在同样的区域的概念 你只要你不同的房间里面 可以做这个MatiRune的概念 去操作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Rune的这些 Audio Device的这些控制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对这个Rune的Ready 跟Testy这个部分 你要不要稍微说明一下 RuneReady跟Testy 对不好意思 这个刚刚可能忘记解释了就是 就是RuneReady其实它就是 就是厂商们跟这个Rune 他们之间有买了一个授权 简单讲你有RuneReady的设备的话 它可以直接透过他们一个叫做 RAT 的机制 然后直接将音乐 然后作为就是一个类似像 有可能里面也会有就是 Priority 的关系 也有跟Clock 有关系的方式 那他们做整合之后呢 把音乐最终传输到 就是用透过网路的方式 直接传输到这个 这个RuneReady的设备上面去 那你就可以直接透过网路的方式操控 那当然呢 RAT 它也不是限于说只能用RuneReady 其实你如果今天你的设备是用 从这个Rune Server的设备 你如果从后面它的USB输出的话 它其实它走的方式也是RAT 所以它是一个格式的认证 其实应该算是一个通讯协定 通讯协定 那另外来讲如果说是这个RuneTest的话 其实它就是目前还在Rune他们内部 还在测试阶段的一些设备 但是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东西如果放在Rune上面播起来 好像还不错哦 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做推荐的话 就是其实这个部分就属于是RuneTest的范畴 那我好奇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这些AudioDevice是要跟Rune来做合作 需不需要什么额外的费用 或者是说需不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加入这个RuneReady 或者RuneTest这样子 其实他们 其实只要你是音响厂商 然后你对Rune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跟他们申请他们的partner 然后就可以跟他们提说 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 然后我们想要当partner 那像我的情况的话 是因为一开始也是原厂的邀请 那我就变成partner 但是我的partner部分其实是 仅限于就是销售这个Nucleus 或是类似像这个RuneOS相关的设备 那另一方面其实他们在近期 也开始有推翻了就是类似像伙伴联盟 那有可能 因为我看过里面的界面 其实应该是包含了就是Rune的这个使用授权 应该也有包含在里面可以做销售 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多多少少 我们还是要透过他们的partner平台 然后来去跟他们做谈 就是接洽 OK 所以基本上也是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不收费的方式 我认为应该是要的 OK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这部分我没有说做到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它是抱持一个蛮开放的态度 针对这些audio device的这些厂家 抱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的Rune的使用者就变得显得相当的有意义 并且是说好像他们在架构一个生态系的概念 其实它现在已经算是一个生态系了 因为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没有讲到就是串流的部分 对 那因为目前跟他们Rune有合作的串流主要有Cobus 对 抬头 对 以及我们台湾的KKBOX Drybox也有 Drybox它不算是 它不算是平台 它算是平台 它只是一个就是做一个一些 放来一个网路伺服器的地方 对 对 所以以真正串流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三家 对 那现在其实这三家已经 也可以说是Rune的御三家了 对 对 那怎么讲 其实这部分我们这样说好了 对 其实这三家对Rune带来的生态系的一个影响就是说 其实他们本身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些资料源 对 他们资料源也可以提供 我们这些广大的这些群众使用者 是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去自己去key in 这些资料 是 对 因为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串流平台的档案 这档案 资料源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就是帮我们的这些音乐档案做校正 对 就是包含了封面 歌名 歌手名称等等的 因为串流平台这种东西 包括早期在开发它的可能声音的解析度 或者是说 在整个音质上或是音乐格式上并不是靠拢像这种高音质的 当然Rune找的也是都是比较倾向于高音质的厂商 他希望他加进来他的这个Runecode的这个执行的一个界面的话 那相对来讲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自己拥有的这些资料库来做一个类似交叉比对 那种概念或者是说一共享不同的音乐的来源然后才去做一个 一体式的这种在同一个操作界面下都可以做一个混搭的使用方式 其实我的我的说法会比较倾向就是说我可以同时有这个串流 我也可以同时有我自己这边的资料员甚至我也会像我自己个人我会在Mola上面买档案 那我在Mola上面买的档案其实在Rune的其他的串流上面也会有 那我就会拿来做一点比较就是来看看说我在我的网路上面调调啊有没有是比较好一点啦 或者是说我就是这档案听起来是不是哪一边就是会比较好 也会有这种比较形态啦 是 对 简单讲其实这些串流我我比较会倾向说他们算是视听 就是视听的概念 当然对于这种发烧或重度玩家的话他们对于音乐档案的这种挑剔程度 还是会去下载档案去购买甚至当然也是有来自朋友之间的share跟分享 那很多高音质的档案还是有一些包括我们刚刚讲的Native的DSD啦 还有你讲的这个Mola的Flag或是WAVE WAVE 对 那这个就是不同的这种唱片高原音的这个可以购买的平台 好 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